白箱间的百万敞篷跑车 拉风的开在路上 驾驶一路往信义区方向行驶 没多久警方在一处地下停车场 将这台车团团包围 原来几分钟前远警货报 有人当街劫车 打开引擎后车厢 警方拿起手电筒不断来回搜索 报案人声称对方带枪恐吓 涉案的联姓男子就是这台车车主 原来他因为没缴贷款被拖掉 事发在新北市五谷一间车辆保管场 联姓嫌犯是信义区一间木耳专卖店的负责人 他贷款买车积欠63万未缴 中租公司15号把车拖回保管 他疑似不满被拖掉 愤而劫车恐吓 从嫌犯的脸书上可以看到 他不只分享生活 时不时还会和爱车合影 这台福特野马新车价200万 买了百万跑车却疑似因为无力支付车贷 爱车糟脱掉 该缴的钱还是得付 被指控持枪恐吓 警方第一时间没发现枪支 不排除遭丢弃也将全力追查 315节还明成体如稀的报道